國泰航空 台灣人也會搭啊 國泰航空過去他的 飛行安全紀錄是很不錯的 但是2019年 從香港暴亂以後 國泰航空的問題非常多 當時從上到下很多人都去參與港獨 參與暴力侍衛 他們還洩漏 旅客的資訊 給港獨的人 讓他們做人肉搜索 到今天沒有查出來是誰 國泰航空裡面的誰 國泰航空很有趣啊 從上到下 爛爛一團 國泰航空最近 他的網路上有一段錄音 俗稱空姐 用英語 講了一段話 那段英文啊 其實我聽起來發音也不是很好啦 那這個是香港國泰航空 CX987 空輔員裡面說的 那這個事情為真 因為國泰航空 已經發表聲明致歉了 說啊 為有些人的 感受不佳 道歉啊 你要知道國泰航空的員工大部分都中國血統 當然 他國籍不一定 這些人啊 他敢不敢在英國美國加拿大澳洲去歧視 不講英文的人 我告訴你 我就笑他沒那個答案 試試看 被告到死啊 但這些人啊 就是有那種 二軌子的 傾斜 就在 帝國主義 殖民者面前 做慣了二軌子 他特別喜歡在香港的地頭上 去表演這種 殖民地的風情 看到白皮膚就敗啊 看到 黃總人啊 尤其不講英文的就給他用力的踩 國泰航空啊 他有很長期的英語至上的傳統 這個至上已經至上到沒有骨頭了 國泰航空 他在1945年就二次大戰以後 他是由美國人跟澳洲人成立 他一開始就是一個外資公司 那本來是在上海 就後來聽說國民黨的裁罰宋子文 覺得這航空是好 我要入股 入股就是我要拿啦 對不對 那這個美國人他就 不爽 是我的公司 所以他就跑到香港來重新成立了 結果呢 他到香港 還是逃脫不了被財閥收購的命運 但是他爽啊 他不願意被宋子文收購 他願意被 英商太古洋行收購 收購45%的股權 所以幾十年來在香港還是殖民地的情況下 國泰航空 所以他整個的 企業文化 他整個的管理 甚至他整個跟英國的關係 他這種從洋媚外的這種管理風格 那是深刻到骨髓 深刻到細胞裡面去 不會改的 不可能改的 太古集團到今天 他還是第一大股東 他的占股還是45% 但是有趣了 他第二大股東現在誰 是大陸的 國航 國航持有29.99%的股權 而且國泰航空 也交叉此股 也持有國航 但是 很清楚的一件事情是 國航在 國泰航空裡面 是有話語權的 你三成的第二大股東你沒有 話語權嗎 雖然你沒有靜音權 空服員 大辣辣的現在這樣子 他的老闆 他的第二大股東 是講中文的 他竟然告訴乘客你不會講英文你是拿不到毛毯的喔 這什麼問題 所以 還是跟香港這個地方有關係 你到香港去 香港本地的 服務業的人 你要是個白皮膚 哇你根本就是VVIP 白皮膚你講英文講法文 都很好 那你要是沒有白皮膚 黃皮膚 你講個英文 拿個外國護照 你叫做第二等人 剩下來了 講國語的 臉上的表情就不一樣 如果是大陸同胞 就黑著一張臉 或者直接無視 甚至面露不屑 這個我都是青年 看到過 那種 歧視外地人 歧視同胞 用匍匐在白種人 膝蓋前面 喔跪在地上為榮的那種習慣 我跟你講 你沒有在10年20年甚至30年 你不可能改變他們 香港有很好的人喔 我不能夠一竿子打翻一條船 這種人很多 就奇葩的人很多 國大航空他最大的股東 就我剛剛講 太古集團 這一家集團 他是從滿清時代 就跟中國的國運 密切相關 他是英國財團 本來在19世紀 就是個 小雜貨店 創始人呢 是在英國的利物浦 就開店做個小生意 賺點小錢 等到1860年中國簽訂 北京條約以後呢 機會來了 他一定看到很多英國人 他跑到東方發財了 他趕忙屁電屁電的跑到 中國來 跑到上海 成立了 太古洋行 今天你到上海的外灘 還可以看到 太古洋行 那棟很大的建築 可是內容借助是在後來 他更有錢以後就搞 他到中國以來 當然就發財啊 靠英國軍隊 外國軍隊能夠不發財 那我們也知道為什麼鴉片戰爭 因為英國就要逼你中國人吸毒 要賣你毒品 中國不願意 太古洋行 他的鴉片生意 就小做一點 他的主力是放在哪裡 是在賣 中國的苦力 賣到 國外去 你要知道美國那個時候 黑奴解放了嘛 就沒有勞動力啦 所以 黑奴解放以後勞動力誰來補 可憐的中國人 就是豬仔生意叫做豬仔生意 獲利驚人因為無本嘛 太古洋行如今叫做太古集團 你如果到香港去 什麼太古製地 台灣的可口可樂也是太古集團 太古集團生意啊 主要的生意都在做華人的生意 你要讓香港正常化 所以軍事外交以外 你司法要不要拿回來 現在司法香港的司法 還是幾乎90%以上 應該就是英國的體制 外國人 竟然竟然是可以在香港 做法官啊 你根本不是香港人 那他怎麼可能對你香港 怎麼可能對中國有感情 你教育也要拿回來 媒體要拿回來 還有經濟體制要拿回來 為什麼香港 港元為什麼跟美元聯動啊 你這樣美國要控制香港經濟就 美元就控制香港經濟啊 香港是淪陷區嗎 香港是一國兩制的香港 是一國啊 要搞香港的事情要把香港做好 很容易 開大門 走大陸 讓正人君子 讓愛國的人 可以有好前途 好